本週最大的新聞就是開放民國92年前出生的人預約疫苗啦 你登屆嗎?我是已經登屆啦 亂心透露了年紀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排到欸 不過我真的超怕打針的 有點期待又有點緊張的 好啦我們不想打針了 我們來看看本週的科技新聞有什麼吧 首先是蘋果新聞 這支子在工作常常需要視訊會議 你有沒有感覺筆電視訊鏡頭畫質好像不太夠呢? 沒關係 因為根據國外一名開發者爆料 蘋果將會在下一代的MacBook Pro上配備1080p的Facetime鏡頭 而且未來的Mac產品也都會有這樣的設計 目前就最新推出的24吋跟27吋iMac是1080p FaceTime HD的相機 其他產品都只有720p 大家如果覺得自己手上的電腦內建鏡頭 不過清楚好用但預算有限的話 我之前有教大家怎麼用手機當視訊鏡頭 可以參考那支小技巧影片 綜合目前得到新款MacBook Pro傳聞 除了這次說到的1080p FaceTime HD相機之外 可能還會恢復FDN Icon、SD卡插槽跟MacSafe充電器 Touchbox可能也會改為實體按鍵 不然我覺得超容易誤觸的 我是非常期待下一代的MacBook Pro啦 你呢期待嗎? 除了iPad Pro 根據外媒蓬勃社的報導 iPad mini 6可能會在今年的蘋果秋季發表會亮相 據說會是近9年來最大的一次外觀改變 根據傳聞外觀的部分 iPad mini 6的尺寸可能會跟iPad mini 5差不多或許更大 機身邊角更平整、邊框更薄 看到融色的渲染圖可能會有金色銀色跟灰色 連接部從Lightning改成Type-C Touch ID的指紋便是按鈕一到側邊來取代傳統的實體Home鍵 此外iPad mini 6可能會搭載A14的處理器 將會支援5G的網路跟第三代Apple Pencil 不過啊,以上都只是爆料跟傳聞啦 是不是真的就讓我們繼續期待下去吧 不知道有沒有泰文門是拿iPad mini的呢? 你期待它下一代誕生嗎? 接下來第二則新聞 Google Pixel 6在網路上也是有越來越多的爆料了 你看它的外型你喜歡嗎? 我是覺得蠻特別的啦 不過這個顏色有點卡通跟飽和 這次它可能會推出兩款 分別是6.4吋的Pixel 6跟6.7吋的Pixel 6 Pro 規格的部分採用是Google自家研發的5nm製程晶片 Wag Chapel 搭配Android 12座位系統 有萬美表示即將帶來無與倫比的體驗 哇嗚! 記憶體跟儲存空間 Pixel 6是8GB加128556GB Pixel 6 Pro是12GB加12825655GB 更多傳聞的規格可以去看一下電台上的文章喔 爆料者也指出Pixel 6系列新機將會支援至少5年的版本更新 使用者就不用擔心可能會被丟下啦 而更有外媒說 Google Pixel 6有望成為Android界的iPhone喔 真有這麼厲害嗎?好想趕快看到本機喔 本機? 不是啦!想問問他我們會想用看看嗎? 最後一則新聞來說一點輕鬆的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看短影片呢? 我發現無論是臉書還是IG都有越來越多的短影片 很快就可以看完而且會不自覺的往下看下去 我自己偶爾也喜歡拍一些短影片 因為覺得蠻有趣的 隨著像是抖音、TikTok的軟體帶動短影音市場流行 越來越多的平台紛紛推出他們自家的短影音服務跟工具 YouTube去年就宣布推出了YouTube Shorts的短影片服務 在YouTube上可以看到Shorts的專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點進去看過呢? 裡面主要是直射影片 然後上下滑動可以瀏覽 旁邊可以按喜歡、不喜歡、留言跟分享 現在YouTube也開放Shorts Beta版的創作工具 給全球用戶使用啦! 我實測製作Shorts呢 影片長度有15秒跟60秒的模式 你可以選擇手機相簿裡的影片也可以直接拍攝 放心有影片的話 你可以選擇多段的短片然後串接起來 你也可以加上音樂、文字、簡單的濾鏡 直接拍攝的話 你可以選擇調整加快或放慢錄影速度 非常簡單好上手啦! 大家可以喜歡來看! 這邊你想問問泰奧 如果未來電塔少女推出短影片的話 你們會來看的對吧? 想看什麼內容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你有自己拍攝短影片的話 也歡迎在影片底下分享你的作品給大家 好啦!本週的科技新聞就說到這裡了 我是電塔少女玉琳 我們下次見囉!掰掰! 掰掰!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